爱家 全球E911 一键报警 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 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看家 最近 关于大家翘首以盼的中美航线又迎来了一波好消息 据中国国际航空最新发布的微博显示 自2023年9月起 国航将新开 副航 增搬多条航线 与此同时 CNN Fox News Space 等媒体也相继报道 美国超音速飞机制造商BOOM宣布 该公司的Overture超音速客机原型 已经在测试中完成了关键的里程碑 即将进行首次试飞 而根据参数显示 该客机从美国西海岸飞抵中国北京的直飞时长 将在5小时左右完成 这可谓是一个跨维度的升级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增航消息 根据中国国际航空发布的最新计划 国航秉承持续优化运力的原则 将在9月新开 副航 增航多条航线 其中在最新的班次表中 我们不难看出 北美航线增加了北京至洛杉矶 北京至纽约 深圳至洛杉矶 以及北京至温哥华的新航线 其中 北京至洛杉矶航班CA987 988 每周开增一班 定于周五起飞 北京至纽约肯尼迪航班CA981 982 增加两班 分别是周三和周四 深圳至洛杉矶航班CA769770 每周二增加一班 而北京至温哥华的CA997 998 每周三增加一班 不过 返程航段要在沈阳做个技术精亭 当然 纵观全局 每趟直飞航班 我们按照增加200至300人的运力来算 依旧十分有限 所以以上增航对直飞机票价格的影响也是非常局限 我们以9月20号中国国航CA998 北京直飞温哥华的航班单程票价来说 经济舱每张17670元人民币 也就是将近3300加币 而回程机票价格更是高达21953人民币 所以从现如今的航行来看 能够乘坐直飞航班 往返中国与北美间的大多都是土豪 说起土豪 可能未来有一种航班更适合此类人群 那就是由美国超音速飞机制造商BOOM 在未来推出的超音速商业飞行 往返中美或需仅需5000刀 耗时5小时 截至2023年9月 Overture是世界上唯一已经有了不可退押金商业订单的超音速客机 这是继法国协和客机之后 人类第二次进入超音速商业航班时代 据BOOM公司介绍 Overture超音速客机被号称协和之子 是已知即将量产的世界上最快的客机 速度可达每小时1805公里 而该型飞机将在2023年的12月首飞 如果首飞顺利成功 预计该型飞机将在2026年正式进入商业试飞 2029年进行商业客运飞行 由于该飞机的航速是波音空客各机型的两倍 预计跨越太平洋的飞行时间缩短至4至5小时 以北京直飞温哥华为例 5个小时可以直达 这也就是说 有钱又有闲的朋友 完全可以早起在星光大道散步 中午到北京吃顿烤鸭 晚上又可以前往温哥华 维多利亚港湾欣赏夜景 这生活绝不亚于去伦敦喂鸽子的梁朝伟了 据了解 BOM公司设计的600多条国际航线平均机票价格为5000美元 单乘也就是3万元人民币 就算普通中产也不是完全负担不起 而且随着航线普及 价格还有下降的空间 技术指标显示 Aurotru超音速飞机可搭乘68至80名乘客 最大飞行距离接近8000公里 将使用100%可持续的绿色航空燃料 从而实现零碳排放飞行 Fox报道称 自协和超音速飞机退役后 超音速商业科技的研究并没有停止 而超音速商业科技飞行 最难以解决的是 速度突破音障时产生的爆破音 而Aurotru是世界上首款使用自动降噪系统 且不使用后燃气的科技 因此改型飞机将减少对社区的噪音影响 也能让乘客体验到安静的乘坐环境 不过CNN也质疑 这架飞机到底能不能实现所谓的商业飞行呢 BOMB公司表示 如果Overture超音速科技 2029年可以实现商用 那么它将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乘客 从美国前往悉尼 而不是夏威夷度假 去年8月 该机型接到了全球最大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的大订单 美航已经支付了20架Overture超音速飞机不可退款的订金 而该飞机售价为2亿美元 20架就是40亿美元 同时美航还拥有40架该型飞机的优先订购权 除了美航之外 美联航也在2021年宣布订购15架Overture超音速科技 其他大客户还包括日本航空订购了20架 由此来看Overture超音速科技正式商业飞行的概率已经相当高了 不然这些大航司买一堆超音速飞机回去用来展览 资料显示 目前该型飞机已经取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颁发的实验试航证书 BOM也与空管机构签订了相关的协议 飞机已被获准在莫哈维沙漠上风飞行 所以对Overture超音速飞机的商业飞行来说只剩临眉一角了 试想如果以一张传统科技的商务舱票价来换一张快了一倍的超音速飞机的舱位 相信对于很多赶时间的朋友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